你说现在全世界都要看 川普的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当美国的总统 因为他如果当美国总统 世界秩序要全部改变 而且他话越讲越狂 讲到中国刚刚讲 习近平现在很多的退让 看起来都跟川普 有可能当选有关 他甚至讲 如果真的美中大战的话 美国会把中国打得屁滚料流 因为应该这样讲说 美中关系在未来20年 会不会好 不会 不可能嘛 休息一抵得陷阱 这两个是战略竞争关系 确定了嘛 好不好 这两大国一定斗的 那可是川普如果上来以后 他会改变游戏规则 他不会用拜登的策略 拜登是所谓的 要用联盟 要用要交朋友 要用集体主义 要用很多 搞很多组织啊 一些 川普不爱这一套 单边主义 我爱怎么干怎么干 台湾我不见得 他对台湾 从来没有答应过 防卫台湾啊 他因为台湾要多给他钱 保护费 保护费 直接讲了 他保险公司 他就是黑社会 我们就给他钱 这个也好 因为我给你钱 你来保护我 对 我们疑惑两气 同样 可是这个问题是 他也要面对中国 也是这个问题啊 他也跟他中国收钱啊 他那个也是保护费啊 他勒索中国嘛 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 非常惨 他的整个国家 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结果出现 川普如果当总统的话 那是对现在中国的情况 雪上加霜啊 所以习近平必须要做改变 习近平已经改变了 我觉得已经在做改变的准备了 所以现在把温家宝 都还要旁边做了 整个内部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们知道 川普可能会当选 当选以后 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然后包括川普 他现在解决几个大问题啊 第一个俄乌战争 他会不会解决掉 他非解决不可啊 他会解决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解决掉的问题 也是习近平啊 一样是习近平啊 习近平不同意 不解决掉的话 俄乌战争解决不掉啊 对 对不对 那普丁那个是已经 现在里面了嘛 所以他已经讲了说 他要一天之间解决掉 对 那会不会一天我不知道啦 但是现在我看到 外媒的这个说法 明年 就是2025年的春天 对 俄乌战争会解决掉 真假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战争 对 进入冬季战争 那个里面 那个在地上下雨了 下雪了 对 那整个部队的运动 非常困难 没办法行动 没有办法做大规模的运动 因此这个战争会自然的迟缓 那迟缓这个情况之下 那川普一定会直接介入 他就很简单 他是最大的北约的最大捐款国 对 他的军队在那边最大 对不对 那他要怎么样维持他美国的利益 又能够让这个各方的人能够退一步 对 那其实泽伦斯基没有力量 因为我们反过来看 那你看 他会逼泽伦斯基退绕 泽伦斯基本身一定会被逼 问题是普丁也会被逼 我昨天看那个普丁 接受这个 在那个警官会议上 接受BBC的采访 他的说法就很简单 他说很简单 他说我为什么要打这个战争 因为你们逼我打你们了 他就是说你北约东扩 让我没有安全感 我非打你不可 好 那这个理由如果成立的话 不东扩就好了 那都是 好 不东扩的话是谁不东扩 是北约东扩是谁的点子 美国的点子 综合国力嘛 一定是讲简单一点 看你俄罗斯 苏联解体的话 就趁你病要你命就来了嘛 那他一抢起来之后 他就开始反其了嘛 那普丁现在抢起来之后 当然反其啊 可是如果这个东西达成一个 不是理想的和平和约的话 德国也没事了嘛 法国没事嘛 对不对 西欧国家安全了嘛 那东欧国家怎么办 波兰 修拉利 捷克这些国家怎么办 捷克不是跟我们最近很友好 欢迎我们蔡英文去吗 来跟我们台湾买很多东西 还有波罗蒂亚三小国怎么办 你认为 那到底那个是谁的地盘吗 普丁的地盘 普丁认为是他的地盘嘛 对不对 那欧盟认为说 这是我欧盟的国家 我北约国家 所以这个东西 战争或许结束 可是斗争 斗争继续长期卖 长期保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说波兰现在变成欧洲第一大军事国 欧洲现在第一大军事国是波兰 波兰现在不断地争抢 地面部队 它的空中部队 它的飞弹实力 现在超强 跑去跟韩国也买军国 在非常短时间之内已经变成了东欧的第一大军事国 我看可能连英国跟法国比不上他 所以这个情况 我觉得川普会面临到各个不同的情况 而他确实 他手上有筹码 对 因为北约不打仗 因为还有一个观点 我刚刚讲 普丁认为 他根本不是在跟泽文斯基打仗 他在跟北约打仗 他完全是北约下来坐在 因为大家现在骂他 可不可以叫朝鲜下来打仗 他说朝鲜跟他有战略合作协议 两个本来就要互相保护对方的 对不对 就换言之想 如果朝鲜被南韩打的话 他也会去打 普丁要出帮北朝鲜打 他们的杜马 国家杜马已经通过了 剩下是上议院通过的话 这完成立法了 完成立法的话 他就有正当性 他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说你以为我现在是在跟泽文斯基 打不是啊 我是在跟北约打嘛 所以你们早就介入了嘛 他因为大家在怪他说 你怎么就跟北朝鲜扯进来 那你们扯了更多了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在大国 世界的大国 在这边的互相的这个角力 才是真正的面貌 我们要讲到最近的整个国际情势 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第一个微妙变化 当然是习近平开始不断的退让 第一个是你怎么会在人民大会堂上面 那个宴席宴席旁边居然 做了李瑞环做了温家宝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你更不用讲你对印度的九万 九万平方公里的退让 你更不用讲你对澳洲 你红酒也买了 龙虾也买了 什么都买了 你也不去挑衅了菲律宾 更不要的是 他现在对于整个的这个 俄罗斯 本来之前在俄罗斯上面 他有一点是占老大 因为我有钱 我可以资助你 不对 俄罗斯现在根本就完全 把习近平完全降规处理 怎么降规处理 你到了克三 照理讲以习近平的规格 你应该是总理级以上 没有 我找一个地方官员 来找跟你会变 找地方官员跟你会变的时候 普丁跟你戒变 非常的冷淡 你碰到莫迪是拥抱 可是你碰到习近平 只有握手 所以你从这个眼睛看出来说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 也出现了微妙变化 保安哥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被人家看破手脚 看破手脚 普丁现在只有拿一个清楚的对照 什么 北韩这个叫跟我称兄道弟 他当我 北韩 北韩当我小老弟 但请问一下他有没有出人 有没有出兵 有没有帮助我去打 我这个最需要最迫切的乌尔战争 有人 一万一千名也来了 军火就算不堪用 但也来了 但换言词 你我们讲的 习近平在搞什么 习近平当黄雀啊 从这么到尾 只跟我出一张嘴 说我们会最大限度 MAX码 最大限度的人来帮助你 所以你前面是堂牢补残 我这个黄雀躲在后面 这个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当你看到北韩 北韩愿意出兵 北韩愿意出武器 北韩愿意做这个所谓的后援座位 你中国呢 你中国什么都没做 保安哥 没有 中国有 出一张嘴 出一张嘴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提供你 我可以提供无限远处 但对于普丁而言真正在乎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当然希望习近平能够加入这场战局嘛 为什么 北韩拥有什么 核武 俄罗斯拥有什么 核武 中国拥有什么 他也拥有核武嘛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三个核武大国 凑在一起的话 不好意思 美国人 西方世界国家 欧洲人 经济水平很高 保安哥他们最怕什么 最怕死 所以我们至少再来 你愿意出兵 派员跟我们绞进来 当在一起 那我跟你讲 没意见 但不是啊 这个金砖是一个最好的场合 为什么 因为金砖 我们讲 普丁最希望的就是说 透过我去打乌俄战争 这一场战争 来验证 我自己拳头下出老大 我自己当老大嘛 但你今天不是 你就希望说 我去帮你打 然后让美国被我制衡 然后导致说 没有时间去管理中国 然后你自己在那边 作响鱼翁之力 然后出一张嘴 所以为什么他会这么冷淡 以前是我们讲的 抱着紧紧的 结果我现在变了什么 变六指向了 我这边退三指 你这边退三指 相敬如兵 所以这个是之前跟习近平 当时刚好 俄乌战争刚刚打起来 俄乌战争打起来 我需要习近平的帮忙 习近平也讲说 我们两个人要 牺手走很长远的路 这个时候互相拥抱 可是当北韩进来了 而且这个俄乌战争看起来 因为普丁 因为川普可能当选 也要告一段落 而你就看到普丁 跟这个所谓的习近平 态度就不一样了 总共有两个对照 第一个是莫迪 他直接跟莫迪 大动作有报 是我正常的规格 而跟你习近平 我们两个现在相近如兵 那另外一个对照 就我们讲的北韩 北韩论实力 他只是中国的小老弟 但是北韩做得到的事情 为什么你中国 截至目前为止 你做不到 因为这是我们讲 普丁现在最迫切的 一个需要要求 所以你仔细看下来 我们讲过去习近平讲说 我们现在世界的局势 有大变局 然后国际情势错综复杂 保德哥这句话 你觉得他到底在讲什么 事实上他这句话 是在暗讽 我们讲普丁 他的意思是说 乌尔战争打到现在这个程度 双边战况一片胶着 然后你不断的持续比我出兵 所以他们正在解读 这件事情解读什么 这些我最害怕的就是 未来如果会变成 另外一种新冷战 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是 普丁一直希望说 你赶快 你我们讲习近平 了入这个局 然后习近平是怎么样 最好不要 我最好是往后退一步 你仔细看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说变成 所谓的新冷战的话 你想想看 习近平在这边 那这个是谁 就我们讲的 金正恩 这我们讲的谁 普丁 那三边这个状况 保洁哥 如果真的凑神 你知道这是谁的想象吗 谁的最理想状况吗 这普丁要的嘛 普丁希望是 我们三个聊奏会嘛 那结果说 我们讲的 另外对面是谁 当然就是美日韩嘛 但你主保洁哥 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是一直想说 习近平一直在退 一直在退 那退的意思是什么 退的意思 不就是他要跟美日韩这边 希望我们这边 双边的拉锯 跟双边的对抗 不要那么强烈吗 所以跟印度这边 因为我自己光内部 我内部经济的问题 我就有大麻烦 我跟我这边外界 我降低这个冲突 跟美国 我也希望降低冲突 但这时候 如果你普丁 要我跳向这个CN去 跟你一起加入 这个邪恶轴型 岂不是自我与万劫不复 我们现在就被柯文哲 大家只吸引 可是更正关键是 乌克兰这一个礼拜 已经成果封硕 他居然已经拿下了 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甚至刚刚讲 有一个俄罗斯的指挥官 在接受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居然哭出来了 他说他碰到了 乌克兰的军队 真的吓死了 他说那是一个 不同世代的战争 对 当这个乌克兰 真的打进去 俄罗斯的库斯克之后 现在来讲 可以说是四个字 势如破竹 然后整个空间 已经达到了 1000平方公里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去年打了一年的战果 人家一个礼拜就处理掉 处理掉之后 现在来讲的话 俄罗斯来讲的话 是不是要跟这轮司机来讨论 因为这个东西来说 恐怕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 因为库斯克在这个地方 旁边也是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旁边官方已经告诉大家 赶快走吧 为什么要撤离 因为库斯克那时候 被坦克兰杀进去之后 来不及走了 很多的居民都 跃身载道 但现在来讲的话 你旁边的州也叫你走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仗打不下去了 我必须要再把空间拉大 不拉大的话 恐怕马上的话 这个战争的话 就会干扰到其他的比例 所以你说已经不是在库斯克了 已经从整个库斯克蔓延出去了 对 蔓延出去了 然后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库斯克里面有个重要的 一个军事要地 叫做苏甲 苏甲这个地方 已经被乌克兰的军队给占领 乌克兰的军队占领之后 你说这个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天然气场 对 在这个地方 苏甲这个地方 如果你再把风暴之影 开了绿灯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说我可不可以在俄罗斯的土地 发射西方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 如果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风暴之影 你不要真诚 你一般的都是100米 100公里 100英里 100英里大概是160公里 那160公里的话 那你这个范围 是不是到处都可以去打 你整个俄罗斯 已经进入到了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 都在射程范围内 都在射程范围内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那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 都在射程范围内 都在射程范围内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现在来讲 俄罗斯到底还打不打得进去 最近出现了一件事情 因为库斯克已经被乌克兰打进去 乌克兰打进去之后呢 这个记者 是他们官方媒体的记者 去做了一个stay 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我们俄罗斯军队呢 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要从这边开始反攻库斯克 他竟然在军营的外面 做了一个stay 然后呢 马上 海马斯就把他打烂了 这个画面 讲完之后呢 不到一个小时 这个军营 他后面的军营被炸了 后面的军营就被炸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俄罗斯真的是一团乱啊 如果你真的要反击的话 恐怕没有办法 那么快有办法 有这个活力 所以俄乌战争出现了微妙变化了 微妙变化 现在来讲的话 乌克兰来说的话 真的是势如破组啊 现在看哪里打哪里 乌克兰来讲的话 其实慢慢挺进 慢慢挺进 普丁应该是戳了一旦 所以本来以为我是游击战 我打带跑 只是袭扰破坏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已经稳住库斯科 对 现在来讲 在库斯科来讲 他已经所有的东西 已经76个聚落 这聚落下去之后呢 以此为中心 继续的扩散 要打到更深入的 俄罗斯这个领土 我们看到普丁到了 北韩的参谱 要建立两个国家的情谊 就他的坐机是 半夜两三点 才降落到了平壤 这个时刻 金正恩居然就等到了 两三点 而且就在跑到头 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 看到这张照片 大家都觉得 北韩现在跟整个俄罗斯 恩声义重情商 两个的邦仪 非常的稳固 可是不对 政治 国际政治永远是诡诀多变 而我们看到 现在释放出来的照片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北韩跟俄罗斯 两边似乎各怀鬼胎 当时我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是金正恩 你看到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发音语 你看到 嘴巴抿着 眼睛直直的 瞪着谁 他直直的 就是瞪着普丁 那普丁 正眼都没有看着金正恩 然后呢 在这边玩他的麦克风 表无聊赖 完全不尊重金正恩 大家非常好奇是 这两个国家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的人民币 这两天不断地大跌 那想说 到底你的护士都已经做了 你很多人民币的 稳定汇率的策略 你都已经在进行了 为什么还大跌 搞了半天 都跟俄罗斯有关 我们之前知道说 美国本来就有一个策略 就是要把所有的国家 都跟俄罗斯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了以后 就把它变成邪恶轴系 邪恶轴系以后 美国就要全力兑付 难道 美国现在这个策略 已经成功了吗 这个叫做假面兄弟 我们大家听过假面夫妻 没看过这种假面兄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外面 当然长得轻轻我我的 感情非常好 脸都贴到脸上 但事实上是貌和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做摆拍 但我们要看 摆拍 真实的这个会议状况 你就知道了吗 感情到底好不好 首先看到这个是什么 普丁在听我们讲 我们的金正恩讲话的时候 就你看他在干嘛 玩这麦克风 而且摸一下还不够 摸两下 摸三下 然后把麦克风往下去 金正恩不爽了 对金正恩很臭 金正恩很不爽 不只脸很臭 保留哥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在干嘛 你摸麦克风 我也摸麦克风 我选你跟着摸 你无聊我也无聊 而且你发现 普丁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对他宁愿看着他桌上的原字笔 百无聊 看着他桌上的笔记本 然后金正恩就冷笑了 对你知道冷笑是什么 他看着想说 你普丁你是在做什么 我们两个好不容易见到面对面 就算我听不懂俄文 你也不要给我那种态度好不好 在那边摸麦克风摸一下摸两下的 所以金正恩也回敬他嘛 说什么 你摸麦克风我也麦克风 然后整个脸臭的 我们讲根本就看不下去 而且你看到旁边的人脸都好臭喔 对 你还自己注意到一个画面喔 当普丁在玩这个麦克风的时候 事实上他旁边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高官啊 他想说老大 你这样摸汤啦 所以你看用眼神看着他说 不要再摸了 你怎么还在摸 金正恩在看你 他在你的对面表情非常火 所以你看到金正恩后来也根本就不假实测 反正你给我根本没有这个好果子吃 我也脸色白眼你看 反正就一下臭脸一下不耐烦 甚至一下那种口气 感觉就是什么 好了啦 你讲够了没有 你不想听 我也根本不想跟你坐在同一个地方嘛 而且我们要讲的 我们这个录影带其实蛮长的 我们去注意一下 普丁全程都干嘛 一下玩麦克风 一下玩手上的笔 一下玩文件 他完全没有在注意 金正恩在讲什么 你讲一个重点就是 正眼瞧都没有瞧到一眼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理由很简单 这样坦白了 金正恩原本 他们两个是18号就要会面 结果等到19号 人家已经等你老大爷等了超过12小时了 还是迎红地毯迎接你 结果普丁还是摆这个脸色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普丁打从心底 根本不情愿 他是被迫的嘛 他是已经没人偷算 没人偷告朋友 把就告成成为朋友 没人偷告朋友 大家都跟我绝交 我跟他找这个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第一个 你要想想看 普丁现在叫做倒霉鬼 倒霉鬼唯一能够交到朋友 叫做倒霉鬼 就倒霉鬼 只能跟倒霉鬼做朋友 为什么 第一个他的境内 已经现在被 包括我们讲 别尔哥罗德 甚至等地 完全的被美制武器 轰炸到焦头烂额 包括他的薩姆300 400都已经 产到要从北极圈 产到从远东地下掉来 你说只有这么一种吗 不是啊 他国内也不平静啊 包括我们讲了 国内的 他这个联邦的邦联里面的共和国 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 遇到恐攻 俄罗斯有恐攻 对 穆斯林恐攻 你知道 穆斯林特别去挑那种 我们讲他的边陲地带 有没有 有这种东正教教堂 这是恐攻的结果 对 恐攻 他就拿着枪 然后轰炸等等的 开始到处遍地 之前封火 所以他内部也不平静 因为你想说 拜托一下 穆斯林应该是跟美国最对立的 对不对 跟美国老大哥的仇敌 结果连穆斯林跟我都对着干 你应该是站在我这边吧 结果也不是 现在连经济上更惨 为什么 因为G7先前 是不是冻结 这个俄罗斯相关的 海外资产 对不对 然后把利息给乌克兰去买军备 对 等于就是 夹仔仔 够仔仔 我吃你的 我在拿你的东西 在本国来打你 所以你就知道 普丁现在已经是 背负受敌整个全世界 根本没有人可以找 所以他只好找这个 难兄难弟什么 我们叫做 弹尽良绝 一个缺弹 一个缺量 我们只好两个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 而且刚才讲的 为什么普丁现在脸色这么难看 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谈过去 当普丁离开了俄罗斯 离开了莫斯科了以后 竟然乌克兰就进行狂风滥炸 他的除油炒 他的炼油厂 他的海军基地 还有什么 他的第六军团的指挥所 我居然透过ATS EMS 我居然透过无人机 甚至你最神秘的苏凯57 我都不放过 而且乌克兰多凶 他就直接演给你看 来 这就是我们发射了 包括我们的这种 我们讲多款火箭系统 发射陆军战术导弹 他就把这个发射画面给你看 结果各位啊 这是我给他放给你看的 对那你像 像如果在我们台湾发射 这种东西像演习 他不是 他真的有打到东西 为什么 因为下一秒呢 他就给你看另外一个镜头 就在克里米亚那边 俄罗斯原本他有一个 这种传统的这种太空航太 卫星接收站 其实早就没在用了 但最近他们把它转化成做什么 未来很有可能作为核武打击的 这一个我们讲指挥所 所以他特别瞄准这个就是 这边发完了陆军战术导弹 下一刻你看到他的未来的 这个核这个核能的核弹的 这个指挥所马上爆炸 所以你就在克里米亚 有一个太空中心 太空中心有非常好的雷达 有非常好的指挥中心 没有想到 这个克里米亚 位在维迪诺的这个区域里面 他的叫什么 一个卫星接收站 居然被炸掉了 对 而且这是两个画面 凑在一起的 我这边发射 我跟你讲 我就是陆军战术炒弹 这边我给你看 我就把你这边炸炸烂 代表什么 你所有的境内范围 全部都在我掌控之后 因为各位你要知道 第一件事情 现在发生战争以来 包括克里米亚 甚至俄罗斯境内 已经有158处 是俄罗斯被遭到攻击 你说俄罗斯境内 有158处的军事设施被攻击 对 比如说什么卫星啊 练油场啊 谁打仗啊等等 已经被黄轰猛炸 各位你看这个图多密集 炸烂 好不好 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不对 那你原本应该有防空设备啊 防空设备 SAM300 SAM400 15个系统 15套 也通通都被摧毁了啊 所以他们惨到又掉北极圈 又要掉到远东地区的部分啊 而且甚至到什么地步 到最近呢 我们讲狂轰猛炸 对不对 结果俄罗斯当然也有 给他拦截成功的机会 就是他发射陆军战术导战的时候 没想到真的被俄罗斯拦截了 但是你知道这可怕战略吗 拦截了之后 他掉落到碎片 掉落到碎蛋 保利哥你掉到哪里 掉到哪里 俄罗斯境内 所以代表说他已经入侵到你整个国家里面 你不要以为只有军方会受到波及 现在你是全民都有可能有为难 为什么 因为当他发射5枚之后 我们讲的陆军战术导战的时候 其中呢 4枚被拦截了 但好巧不巧 刚好掉到俄罗斯的这个海滩去 所以各位现在看到画面 这俄罗斯的百姓非常倒霉 为什么 因为呢 本来陆军战术导战是要打军方设施 结果俄罗斯人的大天才 把拦截下来之后 碎片下来全部砸到民众 因为现在有一个阴谋论说 你怎么会好死不死 刚好掉到这个海滩上面 下一种说法 刚刚提委也提到是 或许这就是美国故意的 这也可能是乌克兰故意的 我故意在这个地方空中爆炸 本来俄罗斯人 或是在克里米亚觉得我吸陷无战事 我在俄罗斯的保护之下 我可以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 可是我今天就在平民的上空 我让它爆炸 爆炸它特别讲到 这个威力可怕在 它是个急速弹 急速弹里面它的范围非常的广 这个东西你就买不了了 等于说它已经伤到一般的平民 伤到一般的平民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它的内部会造成极大的恐惧吗 没有错 它就是造成它内部的动荡 为什么 因为其实总共发射五枚 但四枚被拦截的时候 有一枚被拦截啊 但那一枚莫名其妙 飞到这个海滩上空 砰一个自己爆炸 那爆炸如果它是一般的炸弹 就算了 偏偏它又是急速弹 所以当然他们讲的 如果说俄罗斯 就是连民众都会遭到波及 让它知道 战争不是自身事外 是你全民都有可能影响的嘛 而且不只是现在 现在俄罗斯整个境内 各个重要基地都遭到打击 比如说别尔哥罗德 我们刚才也有聊到 它有一个叫做什么 俄军的这种摩托化的这种指挥总部 理论上来讲指挥所是最安全的 结果你有没有看到 锁定发射 然后就在画面 看到了没有 指挥所被炸了 马上就直接被把你轰炸 而且不只是这样 包括我们讲的 克拉斯诺尔达尔 这个地方 刚刚一样 它也是一样类似的指挥所 Shed 136就是它直接给你看 来 我们这个是这种卫星空拍座 对 右方就是原本 而且这个 炸的状况 就是刚刚讲 现在在二五战场上面 什么东西最重要 无人机最重要 这个就是他们的 无人机的一个训练中地 这也是他们无人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研发基地 我现在就把你无人机 基地给炸掉了 对没有错 你看到它从我们刚才讲的 瞄准所谓的核弹发射系统 到它这个指挥中心 以及这个Shed 136 无人机的这种研发训练中心 代表这都是有所标的的精准打击 而且你会不会仔细注意到一点 我们刚才讲这两个 但包括罗斯托夫这个地方 也莫名其妙发生一场火灾 以及大爆炸 甚至是 而且罗斯托夫的重要性是 它离莫斯科非常近 也就是说我现在虽然说 我不打你的莫斯科 因为美国真的讲 除了莫斯科跟克里姆宁公之外 你现在的飞弹要打到哪里 我尊重乌克兰的意思 好 我莫斯科不打 可是离你旁边的罗斯托夫 他的变电站居然就被打掉了 对 说好不打脸蛋 我打屁股打脚蟲 可以了吧 你仔细看这整个连线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包括这边罗斯科夫 距离莫斯科很近 但是这个库斯克 以及贝尔格罗德 这全部都是靠近俄罗斯境内 甚至就是在境内内范围嘛 而且就连他们库斯克的火药库 各位你现在看到画面非常壮观 代表是原本无人机 也是他们的重要战力 火药库军火库也是他们的重要战力 结果全部通通被锁地 被乌克兰给歼灭 那代表一件事情 他不管是装备 不管是能力都已经全盘的 被乌克兰给攻陷 甚至是侵入到境内里面 而且我们以前讲说 这个恐攻恐攻都是什么 那是在西方世界里面 你在欧洲有恐攻 你在美国有恐攻 可是他们有想到 在俄国的达吉斯坦这个地方 刚刚讲的那个恐攻 他就直接炸进去了 直接炸进去 一名神父15个15名的远警上升了 这个叫倒霉的人 真不怕谁才贵 人哪所以真不怕谁才贵 因为我们讲 你最不能想象的就是 俄罗斯竟然会遭到 穆斯林的恐攻 而且他恐攻的东西 他是锁定教堂 就我们讲的东正教教堂 跟犹太教堂 很显然的 有所谓的宗教意图 但他不只是轰炸 不只是炸毁 甚至还有拿着步枪 在里头就对人扫射 所以你想想看 当内部处于这种内忧 而且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连哪一个犯罪组织所所为 是伊斯兰教果 还是说其他的 不知道吗 也不知道 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说只知道是穆斯林 可能是宗教意图 所以对于普丁来讲 一头两个大 最后只好能抱抱自己的假面兄弟 我们讲金正恩来趋虚暖 好 因为 刚刚讲是 本来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看到这个场面 很多人还蛮感动的是 你两三点才降落 两三点降落 金正恩恒许人也 我居然就在机场等你 等你下飞机 还给你深深的拥抱 想说这个俄罗斯跟北韩 我先把你稳住了 而且俄罗斯现在缺什么 缺这个弹药 缺这个枪炮 现在北韩可以 源源不绝地供应 可是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影片把我吓坏了 是刚刚讲 金正恩这个脸够凶狠吧 这个脸就是死 眼神的盯着 这个盯着普丁 而且从普丁的态度 我一下子玩我的笔 一下玩我的纸 一下玩我的麦克风 他完全不把金正恩放在眼里 你知道普丁在这个 恶务战争发生之后 其实就减少 他的迟到的这个恶习 但是碰到金正恩之后 迟到大王又回来了 你知道以前来讲的话 他不是要让佩佩奥等什么 等三小时 让那个梅克尔等什么 等四小时 但是这一次也让金正恩 等了大概将近有 两三个小时以上 半夜时间2点45分 才抵达平壤 你知道对金正恩来讲的话 对那种胖的人 你知道吗 他基本上要等 要熬夜要等的话 对他体力消耗其实就更大 所以你知道金正恩 当然你臭嘟嘟啊 而且你看到一件事情 今天普丁去是要跟他干嘛 要弹药的 对那金正恩 有求于金正恩 是有求于金正恩的 结果你有求于我 等于说我跟你 我借钱给你 还要看你的脸色 那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要什么 要钱的 你知道吗 结果你知道吗金正恩 你这一次普丁来的时候 有没有承诺他什么 没有吗 联合国什么安理会 什么制裁啊 那个俄罗斯要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 要干嘛呢 完全没有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你来跟我要东西 然后结果 我拿不到我应该要的东西 那我当然是什么 我当然脸色非常难看啊 但是我要配合你 为什么 所以本来是要各取所需 后来变成各怀鬼胎 后来什么都没有了 是啊 签一个什么战略伙伴关系 那个东西说什么 这个被侵略的时候 那互相挺 其实那个都是假的 重点是什么 普丁我给你要东西 你不给我 你给我试试看 为什么呢 我也是跟你老爸打交道的 你这个是后辈晚生 你今天还敢这样子 所以其实说真的 普丁来讲的话 是高高在上 你知道他是24年 24年前 是访问北韩的时候 跟他的老爸见面 24年后 才有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这样的局面 他是来什么 你本来就应该 小老弟提供给我东西 我现在来求你吗 不是的 我不是来求你 所以我干脆在那边 玩麦克风 我还听你在那边唠叨 听人家讲那些鬼屁话吗 不是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普丁还是什么 这一趟行程高高在上 但是你知道 其实营污者 背后来讲 还有谁 黑的影子 习近平的影子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五月中的时候 有传出来 普丁要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本来就 顺便要到北韩去访问 结果被中国挡下来 你不可以去北韩 你要来就是来 专程到我中国来就好 你不可以顺到来 你不能顺到到北韩去 结果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让他回去之后 这一次六月再安排出访到 这个北韩 其实就是有求于北韩的 那问题是什么 背后来讲的话 中国他的态度又是什么 难道中国在安理会也是一样 跟俄罗斯说要站在一起 解除这个金正恩的 这个经济制裁吗 也没有 所以说真的 其实金正恩什么 人才两师 配了夫人又折兵 我要提供弹药给你 然后接下来经济制裁 解除也没有 没有看到 那背后来讲的话 你们又跟美国 挂在一块 其实这个说真的是有点复杂 但是问题是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是小老弟 他只能听人家的话 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常常讲的 你不要去跟倒霉鬼做朋友 跟倒霉鬼做朋友 你会跟着倒霉 现在普丁难道就是倒霉鬼吗 刚刚讲的人民币今天狂扁 人民币狂扁很奇怪的是 他其实有他稳定汇率的策略 他有他的这个手法 他有他的能力 怎么可能止不住 结果我后来才知道 是谁卖 是俄罗斯大卖人民币 那为什么大卖人民币 因为前一段时间里面 不是很多的资源都到了俄罗斯吗 到了俄罗斯以后 结果俄罗斯手上有一大堆人民币 那俄罗斯人有一大堆人民币的时候 他现在根本不相信人民币 你这些人民币到人家的手上的时候 人家要抛售 你中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没错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人民币一直在贬值 贬值在说大家觉得奇怪 中国不是很多想办法 维持人民币的汇率吗 他就说这个禁止 这个出口厂商 你给我兑换美金 他们多错失 就为什么人民币继续跌呢 原来这个卖鸭来自海外 宝杰来自什么海外 俄罗斯就是最大的卖鸭 俄罗斯不断的在卖人民币 你们不是关系很良好吗 你们不是说要用卢布 跟人民币来结汇吗 是的 那你这样的狂卖人民币 对自己也不好啊 没办法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他要救他们的卢布 为什么要救卢布了 你知道 因为美国一直对他制裁之后 结果没想到莫斯科交易所 在6月13号就说 我们现在呢 美元还有这个欧元还有港币的交易 我们全部都停止 停止之后呢 俄罗斯民众就开始 去封抢美元 他们要抢多少美元 就抢多少美元 那你知道抢美元 也会导致什么 卢布贬值嘛 那卢布贬值的时候 就你看 原本在这个前一天来说的话 是这个1美元兑89.1卢布 结果那变成是兑200卢布 你看一天之内 他就贬了这么多 从89变成200 那你要扁的时候那怎么办 你要只扁的时候 你就要抛售另外一个货币 他要抛什么 人民币 他现在人民币最多 他就抛人民币 也就是说 我卢布对人民币升值嘛 对不对 升值起来 我就可以撑住 卢布的这个价格嘛 所以等于是他一直狂抛卢布 那狂抛卢布 因为他们手上很多卢布 所以你现在那不就像 里头下亚亚亚谁人够赢命 没办法 他只能够这样做 要不然的话 汇率会往下扁 也就是说因为他手上 因为为什么他很多卢布 他们这几年交换了非常多卢布 人民币跟卢布直接兑换嘛 所以满手人民币 他就开始抛人民币 就这样子抛到这么低了 对 往下抛 抛了所以你看 这是卢布对人民币 你看他扁得非常的快速 就是你看 因为美元被禁止之后 他们开始抛售人民币 所以倒霉就倒霉到中国啊 中国就是因为来自俄罗斯的 这个卢布的抛售 人民币的抛售草 导致他人民币往下跌 而且保杰你知道 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又是好康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卢布针对人民币 他是升值的哦 那我卖给你那么多石油 卖给你那么多天然气 我又用人民币结算回来 我可以收更多人民币 对 所以他等于是一直摆明了 在吃康中国之铠 对 他现在俄罗斯在割韭菜 是 那才是割中国的韭菜 对 应该是说全世界割俄罗斯的韭菜 俄罗斯割中国的韭菜 所以一个杀一个 对 现在全世界都在割中国韭菜 那为什么跟中国有所谓的人民币结会的 伊朗也有啊 很多国家都有 问题是他们现在全部都在抛售人民币啊 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够用人民币啊 那就用人民币不断的交易啊 然后抛售啊 稳定他们本国的汇率啊 所以你说中国现在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害了轻轻性命 也就是我想要不要受到美国控制 我的人民币想要变一篮子货币 我的人民币想要变成了国际货币 所以我跟伊朗 我跟智利 我跟阿根底 我跟很多国家 我全没有人民币结会 对 结果要不然就是我拿不回来 我就是拿了一堆牛肉 我要不然就是把 我就拿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 对 因为为什么他们还怕另外一件事 现在人民币有可能被制裁啊 你跟俄罗斯绑在一起 万一那个美国说人民币不能用 那怎么办 所以我跟他能够抛售先抛售再说 所以导致中国就觉得很奇怪 我的人民币不是 我都一直控制住 不让它跌嘛 问题是来自海外的人民币 人民币的卖压相当相当大 所以目前为止 中国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中国直接交这些朋友 都太可怕了 对 那没办法 他就是交了一堆 这个可能就是小朋友 他原本要照顾他 结果反而害到自己 那我们就讲到 目前为止来说 有非常多的这个讯息 包括说你看 这个日本啊 目前为止也宣布一个政策 保险那他要怎么 他现在也决定要跟进全世界 他要制裁俄罗斯跟中国企业 也就是说你帮俄罗斯 中国企业我也要制裁你 那欧盟也是这样 就你看惹得中国不爽 我资助俄罗斯 原本只有美国在制裁我中国企业 现在日本也要 然后欧洲也要 所以导致了现在 所以现在你资助俄罗斯 真的会受到全世界制裁了 对 所以你看他现在企业被制裁 然后另外人民币被俄罗斯抛售 所以现在中国真的 你要挺俄罗斯 现在全世界都告诉你 你会有这样的下场 你还要继续挺吗 现在全世界会对你越 对中国会越来越严厉 所以我相信中国现在也要好好思考 如果真的挺下去的话 搞不好我这边并会继续崩 搞不好我的这个企业 会全部都被大家制裁 而且中国现在更惨的是 刚刚我们上一台讲的就是 他现在的 刚刚讲的综合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他现在在下滑 我等于说抽的税越来越少 我的支出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干嘛 我现在的外资投资 也越来越少了 没错 去年的一段时间来说 外资在中国投资是下滑了 越莫40%左右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外国企业都不去了 好 那除了外国企业不去之后 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香港也非常糟糕 你在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IPO的这个市场 你可以看到这几年 重看 从这几年来说的话 他整IPO的价格 金额是 案件是逐渐的下滑 也就是说过去 香港是中国 他要拔全世界额毛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地方 我是最重要的集资 这个地方是我的金鸡母 结果没想到 他们这样搞了之后 香港目前为止 融资的管道没了 而且香港股市也在暴跌 香港楼市也在暴跌 原本抱着一支金鸡母 到现在为止来说 这个额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看到这个数字 非常夸张 就是IPO的数字 去年整个在香港 IPO还有334家 可是在过去六个月 在香港IPO的数字 只有两家公司 为什么两家公司 因为现在很多外资也离开了 外资也认为说 香港这个不是一个好市场 你看中国股市 最近在破的三千的大关 香港股市也没有很好 所以就对目前为止 他们来说 你看今年 香港的这个 有一家这个 6月13号的时候 有一个IPO公司 他们很开心 哇 为什么 因为好久没有IPO的这个状况 所以那事实上 香港目前为止 作为过去中国融资的管道 逐渐丧失 甚至连中国自己 本身的金融业的状况 也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好 我在 上星期就讲到说 现在这张照片 是美国想看到的 美国就希望你金正恩跟普丁 抱在一起 你最好习近平也抱在一起 最好伊朗也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了以后 我就把你们给隔离起来 用个结界 然后再打压 果然没有错 现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第一个是 他们真的是各怀鬼胎 第二个就是 现在人民币跟卢布 绑在一起的时候 卢布受损 我怎么办 我就抛售人民币 开始大家不是 共搭一条船 共享荣誉 现在是准备乘船了 这个叫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背后插一刀 最典型的就是这样 整个中国就完全 他想要把人民币推向全世界 结果反而被这些伙伴们割韭菜 被割韭菜 你卖了大量的产品去 收了大 赚了大量人民币 变成俄罗斯手上一大堆人民币 结果俄罗斯现在大量抛人民币之后 怎样 你账收不回来了 因为 账收不回来 你赚了钱被贬值了 结果你俄罗斯卖给他石油 还变贵了 完全是割韭菜割谁 割自己的好朋友 这么惨 结果你在过去三年 俄乌战争的时候 你全力挺他 因为很多的工业产品 你都大量卖给他 结果现在反而人财两失 你赚了人民币 贬值了 本来应该赚十块了 现在可能收回来 剩八块 全世界变成 你跟他交朋友 跟倒霉鬼交朋友 是最倒霉 而且真的是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背后插一刀 而且你可以讲到说 现在拜登对于俄罗斯 对于北韩 对于中国 我刚刚讲其实不是 他们是说对于中国的打压 是越来越狠了 甚至连日本都跳进来讲 你只要敢支出俄罗斯 我就抵制你了 所以整个科技封锁 就把他们三个都 不是 邪恶轴心 全部都列在里面 现在只要敢出口 所有的东西的话 全部都有事情 包括出口到伊朗 俄罗斯跟北韩 其实完全变美国的黑名单 甚至今天还公布 如果现在AI跟量子电脑 只要出口到这些国家 完全都要限制 所以美国的手法是怎么样 把三个赶在一起 让他们自相残杀 因为他们只能互相取暖 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一堆毒虫在一起灌在里面 会自相残杀 好 说 昨天我们还认为说 今天乌克兰的部队 一千个人进去到了库斯克 库斯克只是小打小闹 只是袭绕破坏 打完了以后 打再跑就好了 因为 以乌克兰的军力 以乌克兰的人力 他是不可能 在俄罗斯占领任何土地的 就今天状况完全不一样 昨天不是一千人吗 对 今天变两千人了 今天不带一千人变两千人 而且周边的利佩斯克 比尔戈洛德全部进行大规模轰炸 那我们讲说你只有在乌冬的背后吗 没有 竟然南边的克里米亚还有赫尔州 都传出爆炸声乐 而且1941年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本土被入侵 这个普丁当然非常生气 他说这个重大挑衅 他当然知道 普丁生气了 对 他当然知道 这不是乌克兰对他的挑衅 这是美国跟乌克兰对他的挑衅 美国 对 为什么 说这是美国干的 老姐 我跟你讲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的军队好像如有神助 为什么 因为美国给他开绿灯了 你要了武器 我本来就已经给你 F16我也给你 你要海马斯我也给你 你要ATACMS 陆军导弹系统 我也给你 可是问题是 美国过去都说 你不要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 反正这是乌克兰自己决定的 我们给乌克兰方面 自己去决定 他们要攻击的目标 所以简单的 就是美国开绿灯 那你既然美国开绿灯的话 那乌克兰科技什么 我当然就直接开打了 而且我听了以后吓死是 如果我的海马斯可以 飞越俄乌边境 如果我的ATACMS 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本土 那F16呢 F16是不是可以飞进去 当然可以飞进去 所以我都跟你讲 美国开绿灯 所以普丁当然知道 这个背后来说 是乌克兰跟美国 两个对我的挑衅 好那乌克兰现在呢 我就跟你讲 乌克兰的战法 或许会让普丁更加的 摸不着头绪 怎么样摸不着头绪 好一个时间来说 库什哥打进来 照理说你好像 你不可能打库什哥 可是问题是 你人越来越多 而且你不只人越来越多 保险 他这时候还故意轟炸 包括说别尔格罗德 然后包括利斯佩克 利佩兹克这个地方 他们的空军基地 还有很多地方发生爆炸 这在库什哥旁边 难道你要打进去吗 但是问题是 你又有另外一边 保险赫尔松也发生了 这个攻击 另外一个 克里米亚也发生攻击 到底是你是要打库什哥 还是你真正的主力部队 要进入克里米亚 这个让俄罗斯摸不吵头绪 所以他认为 你到底现在是打法是怎么样 你不只是五路干扰我 而且你还有迷宗战法 所以现在的 这个泽伦斯基就开始讲 他们讲话不一样 俄罗斯把这个战争 载进我们的领土 现在我们应该感受一下 他们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所以现在 这个连泽伦斯基说话 都变得比较昂声 比较大声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战争呢 有可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 会出现一个 逆转的情形也不一定 好 刚刚讲的是 昨天我们讲到 现在乌克兰的部队 地面部队已经进到了库什克 库什克以后 你想说 那个只是在这个 做一个所谓的席绕 没有想到今天更重要的是 刚刚讲到 你今天是打到了利佩斯克 利佩斯克是一个 俄罗斯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还有刚刚讲的 你打到别尔哥洛德 别尔哥洛德我们讲的 你不管是打哈尔克部 或是你要打顿巴士地方 别尔哥洛德 都是非常重要的后勤基地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充 就没有想到 现在你的空军基地 你的交通要充 都已经在乌克兰的射程范围内 对 没错 好 抱歉 事实上这个利佩斯克这个地方 利佩斯克这个地方 抱歉 它距离边境有330公里 所以你要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洗澡它 因为第一个时间 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利佩斯克 他们目前为止 所有空军基地 在那边燃烧的一个状况 你炸烂了 火药库发生爆炸 那甚至他们晚上的时候 就整个夜空 都响起了这个爆炸声音 那为什么这样 这个地方是他们非常重要的 一个空军基地 这里面有什么 有苏34 有苏25 然后苏57 还有米格29 在这边 这等于是非常 这个等于是简单来说 他是用来攻击乌克兰前行 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所以他现在也被人家洗脑了 而且他距离俄罗斯 莫斯科也蛮近的 所以等于是说 他打到这个地方 不只是我要打掉你的 后面的这个空房的这个部分 我还靠近莫斯科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 当然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 这个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你看五角大厦 开绿灯 这是他们的那个 五角大厦的说明书 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乌克兰 当然可以使用海马士和ATA CMS的战术飞弹 或任何供应武器 攻击俄罗斯库斯克地区 在内的任何一个俄军目标 可是他以前不是讲吗 我给你的武器 你千万不可以飞越俄乌边际吗 高姐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叫你冲啊 叫你冲啊 就是这个是怎样 这个跟之前 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去跟伊朗说 你冲吧 给你武器你就冲吧 你要打什么打什么 现在是美国 叫你冲啊 往前冲就对了 所以现在显然 乌克兰应该会展开 去年没有展开的夏季大反攻 今年搞不好真的会展开 所谓的夏季的大反攻 好那于是他们就开始策划了一个 一个动作 他们召集了约莫一千多人 他们就沿着这个138公路 开始往前推进 那目前一直 因为站在乌克兰境内 他们都OK 138公路 然后打进去了这个苏甲这个地方 就苏甲为什么打进去非常重要 因为苏甲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 天然气的公司 天然气的草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打进去 他们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之后 保杰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动作吗 他们就开始埋伏在这附近 他们想说你们会有大量的部队来 结果没想到 他们就在埋伏的时候 把你们陆陆续续干掉 干掉之后呢 我再继续往前推进到库斯克 再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他们在中间 你知道俄罗斯不是没有准备的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碉堡 非常多的这个所谓据点 结果没想到他们一开始 就先把你们两个据点端掉之后 你目前为止 任何部队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 后防空虚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最近就奇怪 为什么车程部队 跑那么快 原来我在苏甲这个地方 围点打圆 任何援助的部队 我就把你干掉 干掉了 你快速往前抽 对 打的整个车程部队 还有这边的守卫军 完全措手不行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你围住 围住之后 假装撤退 撤退之后呢 有非常多无人机过来 你要来支援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这个坦克车 把你炸掉 所以等于是他们现在 战法是获得成功 而且现在共恐怖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乌克兰的目标 是要继续往库斯克北边前进 他们要占领当地 这个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 核能发电厂 还要往前抽 对 为什么 因为核能发电厂 当地有非常多 他们传言说是可能 俄罗斯的武器都在那里面 对 他们现在占领这个地方 所以事实上现在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对普丁来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支援 现在普丁呢 他现在没办法 他现在要从前线 听说他要调一万名的官兵回来 但是问题是 你要能够守得住 要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 才看得到 所以那你已经不知道 说他们的军队 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这个在北边的战事来说 让俄罗斯真的 完全惊慌失措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就跟你讲了 之前俄罗斯的前 参谋首长格拉西莫夫 被这个普丁对的 这样讲的完全哑口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今天要证明说 我们现在已经 阻挡了乌克兰的攻势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反击 他现在这个反击不讲还好 他现在把这个画面公布出来 在俄罗斯境内 反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你现在讲 这些战场在哪里 这些战场就在俄罗斯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攻击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部队 在俄罗斯境内 那不代表 现在乌克兰 已经深入底进了吗 没错 格拉西莫夫 虽然被普丁定 但是说 没有 我们已经把他的敌人都退去了 他们都一回去了 你看我们国防部 就公布一些影片给大家看 就公布影片 他们就说我们炸掉 你看他们炸掉他们的这个坦克车 然后炸掉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相当的装甲武器 可是宝姐 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苏甲镇这个地方 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 打进来了 所以显现你公布这个照片 证实他们是真的打进来了 而且你没有防住 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土里面 哪怕俄罗斯人吓死了 你说在边境已经把他退去了 没有啊 他们已经打进来了 然后他们直接来公布另外一个画面 就说你看 我们这个抓到了 乌克兰的这个坦克车 一直一个一个跟我们摧毁 结果没想到 宝姐他们后来解释是什么呢 因为这两样坦克车 是T62的俄罗斯坦克 所以这个影片是乌克兰的影片 他们还误用了乌克兰的影片 所以显现他们这些影片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都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证实一件事是 俄罗斯的官方证实一件事是 乌克兰真的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的这个进攻 是已经有准备的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 刚刚讲已经投入 刚刚讲的 我不是有一千个人进去吗 对 我有一千个部队 然后呢每一个人 他我刚好配备一千架无人机 对 没错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你看 我们就讲嘛 他们一千个人 然后配备一架无人机 所以有一千架 然后还有这个四个旅 还有一个炮兵 协同部队一起作战 然后警戒下又有后备部队 那要因为当时的前面 前面来说 他们端掉两个据点 一个据点 一个据点 都有大概约莫三个团 还有两个左右的兵力 所以他们等于是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用优势兵力 端掉一个 然后再端掉一个之后 然后再往前进 这样一个方式 那当然俄罗斯 只能揣那一弹 所以你知道目前为止 你说你看 这个车臣的这个指挥官 他不是 我们不是说 他们前线有车臣指挥官吗 他说什么 我们有在前线啊 但是敌人的太奸诈 我们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他被骗了 被骗了之后 无能为力他只能往后跑 因为这个 他们重要的防线 已经被突破了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可能会支援 越来越多部队 既然打进去的话 那当然就越来越多部队 往前进啊 所以这个前进的步伐 有可能在未来几天 还会继续往前推进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个资料 我还讲到 我才知道无人机 现在的运用有多么重要 刚刚讲一千个人 部队进去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一千个人 派了一千个无人机 代表每个人都可以 控制一架无人机 是的 无人机进去了以后 你的战场管理 你的征收 工防收紧间 你的兼兵 你的这个所谓的征收 完全都由无人机来负责了 所以宝洁 为什么这次乌克兰能够突击 那么顺利 或许他们也在实验一种 新的战术 就是大量的无人机 跟大量的这个地面部队 用这样来协同作战的方式 看能怎么样来打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作战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 来好好参考 另外就是格拉西莫夫 现在俄罗斯媒体已经开始 有人指责格拉西莫夫 在搞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之前就已经有给你情报 就说好像有人 在这个俄罗斯的 乌克兰边境集结 但是格拉西莫夫 不以为意 没有关系 这个小大小 不可能会怎么样 就被他进来了 这进来的话 目前怎么办 现在库斯科的民众 他们现在就开始 有很多画面 你看库斯科的民众开始 他们俄罗斯的兵团 被人家这个殲灭之后 熊熊火焰 就这样派出来 对 库斯科 还有很多民众 现在准备要离开 然后这个当地来说 很多加油站 都已经挤满了人 大家都想要离开 这个战火的这个地方 就没有搞到最后 真的证实什么 乌克兰军队真的打进来 而且现在让俄罗斯 最头痛的是 到底你的目标是库斯科 还是你的目标 是南边的克里米亚 这个普丁 大概也没办法摸清楚 好 宇雪 我们这边讲说 现在整个1000个部队 进到了库斯科 进到库斯科以后 占领了350平方公里 而且刚刚讲到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本来以为说 你只是乌冬地区 你要把乌冬地区 库斯科这个地方的交通 要重镇 你的后勤资源 把你给去除掉 可是没有想到 今天出来的消息是 我在半夜 我半夜夜袭赫兽 甚至原来承受压力最大 居然在克里米亚 而且克里米亚这边的 上300 上400的防空飞弹群 几乎都被消灭了 不止如此 他们的所谓的飞机的机队 已经有三分之二跑掉 更不用讲 这里的黑海部队 已经名存实亡 保德哥你把所有的状况 拆开来看 你会搞不清楚说 乌克兰它到底真正的标的 是什么 到底是要往库斯科内部 去深入 还是要去打克里米亚 其实这是一招 我们讲象棋里面 最绝的叫做 将军抽军 将军抽军 我请问一下 打库斯科真正的目标 请问下到底是库斯科 还是别的地方 不是喔 因为当他今天是22的这个机步旅呢 冲到库斯科之后 他在下一步 他可以去占领什么 他的电厂 当他占领他的电厂之后 他可以长期做一个居地 而离库斯科最近的 保德哥被这个质押住 你知道什么 莫斯科 对嘛 所以这才是这个重点 当他打到库斯科 如果他发动全面占领的话 莫斯科这边会有伪之震害 等于说普丁绝对会摄摄发抖 所以你仔细看 为什么那时候普丁 非常的生气甚至敲桌子 因为威胁到他本人了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嘛 再来库斯科他前进的是什么 22的是我们讲基部旅 但你以为只有22基部旅 不是 保德哥你知道他什么吗 他是整个旅情潮而出 所以很多专家 他看说这个太异常了 因为你等于是把整个旅的兵力 重装 全部的火力 all in到库斯科的地方 不寻常嘛 你all in在这边 而且后方还有没有其他部队 有喔 包括72旅 即是80旅 这些三个部队 都在后面带兵而动 所以昨天大家以为说 你只是洗脑破坏 你只是小打小闹 因为以乌克兰我们再讲 你的那个人力 包括你的部队 你是不可能长期在俄罗斯战里的 结果他还是派了大量的军员进来了 对 所以这叫什么 将军 我跟谁将军 我跟普丁将军说 你要不要来顾库斯科 你如果不顾库斯科的话 我可能600里长驱直路 就直接可以打到莫斯科郊外 所以与此同时各位 你如果只看这个的话 你会想说 难不成他们真的要写任普丁吗 当然不是 这个叫将军 那抽居是哪里 抽居就在于克里米亚 以及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讲 克里米亚很危险了 克里米亚很危险了 当然 因为克里米亚 你知道他有什么重点吗 以前为什么他可以维持他的铜枪铁壁 第一他有黑海间的做宝物 再来他有萨姆400 再来他有最庞大的 我们讲高达300架的空军 全部都未来那边 但请问一下宝典哥 现在还有 没了吗 对嘛 你仔细看 克里米亚现在全面被轰炸 包括弹药库 包括他的机场 我们就讲第一 他们现在透过说 包括什么海王星飞弹 包括所有的无人机全面轰炸 各位你仔细看那个画面 弹药库被炸的全部都是一塌糊涂 这都是克里米亚 对 这么惨 对 那这时候有个问题来了 以前为什么海王星飞弹打不进去 以前为什么没有办法 无人机长驱植物 因为以前克里米亚有非常 我们讲的优秀的空房 包括萨姆400系统 萨姆300系统 布置得很严密嘛 而且这里我才知道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空军基地 对 那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才知道 乌克兰的大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直要派一些无人机 派一些自杀无人潜艇 前驱不断地骚扰 包括贝尔贝克这一次机场 都遭到轰炸 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要把你周围的 我们讲的原本的防空设备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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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卸下来 卸下来之后 你防空设备也没了 对 然后你的黑海舰队 请问一下各位现在还有吗 不见了 名存实亡嘛 他本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 他的赛返港 是非常重要的黑海舰队的基地 现在 超级杯 超级杯只有一个理由 如果说我待在这边是安全的 我当然会待 如果我待在这边是危险的 我当然赶快拔腿就跑嘛 因为现在他们最可怕的是什么 克里尼亚 因为他是一个孤岛 孤岛我们讲 在战争里面的形态来讲 最好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连外后勤补给非常薄弱 而且只有一条道路 只有一条铁路 义工难受 对 所以原本他们最重要的依靠 就是这个赛返港的 我们讲黑海舰队 但当黑海舰队这边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防卫 当面对领空来的 这个我们讲来犯呢 他没有办法再防守的时候 克里米亚就变成了乌克兰 唾手可得之物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占领的原因嘛 难怪泽伦斯基 现在志得意满讲 我要让普丁长长 战争的滋味 对所以你仔细看 他不只是打克里米亚而已 他甚至我们讲 他后方呢 我们讲俄罗斯的境内 都遭到轰击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境内 他透过去打你后方的援助 他最主要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看比如说这边 薩姆斯白先遭到轰炸 甚至是我们讲了 他们讲参国部算说 目前他整个飞机呢 已经损失了363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根本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损失 所以你知道他做什么动作吗 他直接把克里米亚这边 黑海舰队附近的空军基地 撤了三分之二的飞机 撤三分之二 对是战力保存吗 因为他原本大概260架 然后现在说说说说 说到不到90架 那当然有些是被乌克兰的 因为我们讲摧毁掉 但大部分是他们 直接调回国内 而且他说他现在有很多的机场 一架飞机都没了 对他其中有两到三个 其中有两个机场 完全是空的了 等于说他们只集中在 我们讲可以保存的地方 保雅哥你知道为什么说 他这边会完全是空的吗 我守不住 我干嘛放在这边 你等下无人机来 又把我炸掉 我又守不住你 我的机枪又打不到你 我又没有防控设备 我不是变成 如果放在这两个机场 变成什么 变成你这个陆军战术 导弹系统的火把吗 变成你风暴自营的火把吗 我怎么可能摆在这边 而且我如果摆在那边 剩下可以防卫的 防卫也不强 所以大部分人都撤回去 再来有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F16 F16来了 请问下如果F16来了 第一个你空右眼没了 对不对 我AM120随便就把你空中的目标打掉 再来你如果停在那边 地面不对 我也可以对你倾角 所以对来讲 我根本得不偿失 与其在这边跟你硬碰硬 我不如赶快浪杠回家去 把我的重要的飞机先撤回去保存 而且导播我们现在看到 接下来的画面 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准 这个非常精彩是 你简直是有美国特种部队 像美国海报部队 进行夜袭 在整个漆黑的夜晚 在水面进攻赫尔松 保利哥我们讲 战争的时候最害怕什么 就是漆黑夜黑风高 有水鬼摸进来 突然间把你这边炸那边炸 完全搞不清楚 各位 这真的是夜黑风高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讲的去攻击赫尔松 乌克兰这种部队 所以你看到他们是趁着夜袭的时候 而且他们去打击什么 打击你的装甲师 打击你的装甲部队 所以他不只是这样 当他潜去之后 还通过轰炸 通过无人机等方式 你知道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吗 包括我们的两机车 包括我们的NTLB 全部都炸到重创 而且最可怕是什么 被炸完之后 然后吓死了 然后赶快晚上醒来 然后到底是谁炸完 不知道 摸了就走 摸了就跑 碰到水鬼了 对 水鬼嘛 是战争最怕的 摸到水鬼 跟他打一千里也不知道 而且更可怕是什么 他不只是打击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我再强调一次 他其实目标是克里米亚 但他故意借由赫尔松这种骚扰 甚至他打到哪里 境内 沃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这个很难编 真的是都跑到里面去 他刻意去炸俄罗斯的境内 他们想说 没有啦只是无人机轰炸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 我们直接看他现场那个机场 爆炸画面 欸 冒雪哥 无人机可以炸成这样子吗 当然不行 韩逊赫尔松 他说不是嘛 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F16来了 F16来了 F16登场了 F16直接炸给你看 所以你想想看 你若是俄罗斯 现在多处都我们讲的 战况到处四起 焦头烂尔 所以变得是克里米亚 恐怕想守也很难守住 好 刚才讲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乌克兰进行了攻击 现在已经进到了 第一个进到库斯克 现在我也对克里米亚 跟赫尔松进行攻击 可是你说不是 像你过去 你过去也去注意国际政治 你说关键在美国 是美国开绿灯 美国帮他训练好了 美国把所有东西 美国才是背后真正的淫无者 因为最近大家关心台湾的事情 这个比较没有在看 但我跟大家讲 你上网去查 在今年的5月30号的时候 路透社有一个独家报导 他说美国总统 当时还是拜登 还没有退选 他打算要对乌克兰开绿灯 在过去这两年当中 美国所提供所有的 包含海马斯火箭炮等等 这些武器 都有一个条件就是 你不能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你可以把俄罗斯 在两年多前 入侵乌克兰的军队赶回去 你打圣战 保卫你国家都可以 但你不能去打乌克兰 你不能去打俄罗斯 所以这个禁令 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直都没有被解开 所以过去 你看到乌克兰在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乌冬打来打去 所以之前都在哈尔科夫 你要知道 从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5月底就传出 哈尔科夫的俄军打回去 你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 你看哈尔科夫在这里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东北边 这个哈尔科夫最下面的地方 可是跨过了国界以后 往上走就到库斯克 这已经是俄罗斯境内了 这个地方是哈尔科夫 那一开始5月底的时候 保卫我要讲 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5月底的时候 路特斯讲说 开放这个乌克兰 使用这个美国的武器 打这个哈尔科夫 把它打回去以后 可以打到边境里面 但是他没有想到哪里 所以就打到比尔哥罗德了 对 那现在目前 不是 保卫今天最新的状况 是已经打进库斯克了 而且还有影片 那库斯克再往北走 当然那个莫斯科 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你要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 五角大夏 为了这件事情 今天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来 保卫你看 他开了记者会 Sabina他的这个新闻秘书 他接受媒体的提问 媒体再次跟他确认 所以包含 美国所提供乌克兰的武器 确实可以打进俄罗斯吗 这个部分我们要做确认 结果没想到Sabina回答他 他说 Yes 我刚刚已经讲了 所有你对于拒绝入侵 反击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 美国的武器 他可以打到所有他能打到的地方 所以他同意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 打俄罗斯 那现在确实也是打进去了 第二个 长城武器可不可以直接打莫斯科 他说我们不希望用长城武器 所以现在除了莫斯科之外 等于全部地方都可以打 都可以打 那我这样我不打莫斯科 那我一直推进呢 现在是据称是一千个乌克兰的士兵 就进去嘛 他讲说一千个很简单 这个克鲁文宁公也发信 我们已经见面260个了 所以还有740个 但问题是现在乌克兰他不断发布影片 刚刚最新发布的影片 观众朋友看一下 他说我们才一推进到这个库斯科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士兵马上就投降 整批的士兵马上就不打 而且他们的装备你看起来有没有 就这样啊 这都是投降的 这个是乌克兰公共的影片 我们一打进库斯科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反抗 所以我们开始呢 要往前推了 那你今天库斯科 如果你打到库斯科那个城镇 的话是100公里 那现在目前了解到 大概已经推进 乌克兰说我们已经推进10公里了 那他要推进多少 那重点在于这里 保险哥 从2022年2月24号那一天 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那哲伦斯基讲什么 如果是讲这个台语的话 反击俄罗斯攻入库斯科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感觉 因为两千你打进来啊 对 所以保险哥这叫反击嘛 反击是以前是你打我 现在是我打你 以前是你跨过了国界 打到乌克兰 现在呢 乌克兰要大反攻 我要跨过国界打进俄罗斯 而过去这个事情 是被美国限制的 没想到就在今年的五月底 特别到六月的时候 美国政府已经完全开放 你这样打 那如果是这样打的话 乌斯科只是第一站 莫斯科不能打长城武器 可是你慢慢往前推断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好瑞德 刚刚讲是 一千个乌克兰士兵 刚好配备了一千个无人机 而且你现在在乌克兰战场里面 刚刚讲你用的无人机 你用的F16 你现在用的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还有你今天用的这个火箭 火箭这个长城武器 不是都跟台湾一样吗 老杰你知道 那么这几天乌克兰打进去库斯科 这代表什么意义 你知道吗 代表什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到现在俄罗斯的领土第一次 被另外一个国家的正规军打进去 对耶 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都是俄罗斯 比较反俄罗斯的 然后亲乌克兰的这些民兵 小规模的这个等于西岛破坏 这次不是 这次是直接打进去 目前乌克兰公布有四个旅 四个旅的正规军 那么直接一开始的时候 搭配11辆的坦克 还有20几辆美国跟德国所提供的 中甲车进去 乌克兰都没想到会那么容易得手 他没有想到 他真的没有想到 所以现在你知道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第一次正规军攻打进去俄罗斯之后 你知道这三四天 他得到了什么战果 他已经把占领 乌克兰占领了俄罗斯 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罗斯对普丁来讲 这是起始大陆 为什么 这两年半以来 那么只有乌克兰的老百姓在逃难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现在 竟然有数以好几千计的 这个的库斯科附近的老百姓 他们在逃难 然后加油站挤满了 挤爆了加油的人 那全部在逃难 然后这个乌克兰 这一点我们要学 要学乌克兰的新战中心 新战中心故意把俄罗斯 几十名那个部队呢 投降趴在地上 那全部作为他们的宣传的影片嘛 根本不战 我不打了 我投降 你知道为什么不打了吗 因为他们的人圆圆 他们的守卫军 圆圆少于乌克兰 他们知道我打不赢 我不想死 你知道 我不想死所以我跟他投降 我底下投降 我就全部趴着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没有什么那么容易得手 所以虽然俄罗斯说 我们已经见面了一千个 里面的六百个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乌克兰还 源源不断一直在增援 这个如果在孙子兵法里面 叫做违未就造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两个月以来 事实上 他们俄罗斯一直 攻打往乌克兰 一直把去年 几乎把去年 下几乌克兰 反攻的那个土地 几乎都被他拿走了 打不通 所以他现在呢 直接 我打你本土 打你本土以后呢 我也直接攻进去 本来以为他攻进去以后 就会退对不对 他没有退 没有退他后面 还源源不断进去 而且现在坦克越来越多 坦克跟装甲车 越来越多 然后呢 海马斯火箭弹 开始丢 开始炸 我告诉各位 现在这场战争到这个地步 对不对 对我们台湾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呢 它的海马斯火箭弹 就是美国要卖我们的嘛 对 然后呢 它的F16还是比我们的F16V 比较低接的F16AB 它的飞机进去了 然后紧接而来呢 他们所用的赤震飞弹 所用的飙枪飞弹 都是我们跟美国买的相关的近距离的飞弹嘛 反坦克跟反空嘛 还有无人机 还有无人机 也战术都是一样 而我们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自己买 然后呢 源源不断的 我们有的东西比他们有的更多 我们的飞弹的数目比他们更多 所以呢 我们的国防部跟参谋本部都在看 乌克兰是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在这个战场里面 然后他们要突袭成功 因为太轻敌 因为这个情报事实上早在几天之前啊 俄罗斯的参谋总统就拿到 拿到根本没有 连普丁都没给他回报 那没回报以后 他想说你哪敢 你哪敢这样打过来 就打过来以后 发现没有抵抗 就一直往孤军深入那里 不断的深入 深入了以后 他现在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天然气的中继战 就是俄罗斯要输往中欧的天然气的中继战 我如果把它拿下 那我问你嘛 你这些天然气 是不是我把咽喉掐住 另外一个是核能发电厂 他不会把核能发电厂给炸了 但是当时你不是把炸波罗热的核能发电厂 拿下来那种感觉俄罗斯 你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事实上 告诉各位 美国在问这个事情都装傻 我们不知道 事先不知道 但能不能用 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这样做吗 因为美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微味就造 不要忘了 伊朗集结大军说要打以色列 说如果美国拦截伊朗的飞弹跟攻击制造轮机 就攻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这个时候呢 如果让俄罗斯的老大哥疲于奔命 然后挤如若干热锅蚂蚁的话 对美国来讲一食二鸟 这时候当然故意装傻了